葛咸城基本上 在《思心溫》的第一集 我已經覺得那個基本上是香港 葛咸城大家已經很清楚 是《篇符合》的故事 其實我們去年的Joker 剛剛在抗爭運動的時候 黑暴說香港搞得亂了大龍 其實是很相似的 星期六那天 我跟他有個黑警老友聊天 這個老友敢找我 真是老友 他就不是我們的白警朋友 他是不是很黑 我不知道 以前是不會有意識形態的衝突 甚至乎以前 我一向的政治信念吃飯 聊天在那裡罵 罵共產黨 他也不出聲 是這樣的 他也不至於說 黃或者很激進 但現在竟然跟我說外國勢力 我真的被批評了 真是 外國勢力 他還小了兩年 你說那類 正在外面街 你說這一類 真是你不要說 潛意無法說說說說 他真的相信 當然 當然 對吧 但他想說外國勢力 還在說甚麼 不是 我當他罵政府 他就不出聲 是 可能他也覺得… 即是說 好像我剛才說的 他是新一哥 他說 一隻手掌拍不響警民關係 我說你一哥說 警民關係沒有問題 對吧 你覺得沒有問題 如果你們看那些假新聞 他真的會說一哥說的 他不是低級的 多過三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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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你說是不是拒絕了頭 不過幸好 這些契弟 我從小到大 是搵著他 即使現在 不要說分道揚鑣 大家成長了 我也是搵著他 我直接跟他說 契弟 你是從小被我搵著的 無論你的主持是誰 你要記著 看得到我 你們是契哥 你老母 因為那些游泽跟我打麻雀 給我吵的那些傻子 當然他也有吵我 但他的嘴巴當然不夠我吵 正常來說 好吧 好了 那他為何能否服你 沒有 後來我沒有人說 我正常說 講來幹什麼 還以為他倆說我講 就算當有愛國的實力 當有些是假 那現在有沒有問題 不是 警民關係有沒有問題 我最重要 他們竟然覺得沒有問題 老實說 你想沒有問題 你也善意 新的手做些好事 你敢不敢在街上吃東西 但是我是警察 你也不要說在街上吃東西 正面望眼神接觸都不夠膽 怎麼會沒有問題 你換衣服 我不要說誰適合與錯 其實老實說 大家說 我是給任何人都希望香港社會和諧 好像以前那樣 我相信藍王也是這樣 我是給任何人都想 但有些事情真的不能夠這樣高壓 一定是有政治解決的 其實當日 香港民眾就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要求 請求 只要你去檢視一下就可以了 好